啾啾 踏尔门安安,我是电踏大叔 踏尔门安安,我是爱妮 爱妮终于回台湾了 本周要来介绍你也很喜欢的游戏对吧 没错,今天要来带大家聊聊 经典恐怖游戏重制版 沉默之修2 还记得我小时候怕到不敢去上厕所耶 不知道现在再玩一次会不会一样害怕 喜欢恐怖游戏的玩家 应该都听过这一款经典的作品吧 这次的重制有什么特别的呢 这次沉默之修2重制版可是提升了超多细节 不仅画面有光线追踪技术 还加入了3D音效 让玩家完全沉浸在这个诡异的世界里 光是想到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氛围 我已经能想象玩起来会多恐怖了 操作与玩法上应该更现代化一点 最大的差异在哪呢 除了画面升级外 原本的俯视视角 这次改成了第三人称月间视角 不仅让玩家更接近角色 也让探索环境的带入感和战斗体验更加真实 制作团队还扩大了可探索的范围 增加了不少原作没有的地点和建筑物 让你更深入了解沉默之修这个诡异的世界 有听说战斗系统有大改了 没错战斗系统这次大幅更新 更加强调策略性与打击感 除了经典的近战武器和火器 这次玩家需要思考如何应对不同类型的敌人 选择合适的战斗方式应该会变得很重要哦 对恐怖游戏爱好者来说 这种变化应该会让游戏更具挑战性吧 游戏在今年10月8日正式推出 媒体先行版则在10月4日解禁 目前媒体对这款重制版的反应如何啊 大家一直认为这次的重制版无论是在视觉效果还是音效设计上 都做得非常出色 让人完全沉浸在那种诡异的氛围中 一些媒体评设也有很高的评价 像IGN日本和法国等四家媒体都给了满分100分 日本的Famitsu还给了这款游戏35分的高评价 比原作的32分还要高呢 那看来这次重制版不仅保持了原作的精髓 还进一步提升了体验哟 对呀 想知道更多的观众们 可以来看看我们周五的直播哦 这次刚好是周王直播的第三百集哦 来期待一下吧 我是爱玲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大家拜拜啦 我们直播见 我们下期见